HELLO, 今天又来到《慈之日常》 这个系列会与大家以日常生活方式上识广东歌词 我一直都说,题材是来自生活 拿些平时见到的事物而想到的歌词 欣赏下填词人怎样写出意境和表达的信息 每日都有不同的人同事 希望可以持之而行地继续将广东歌带入生活 如果你觉得这个系列有趣,记得帮我CRS 留言说你有什么看法想起其他歌,开心分享一下 上一集就说了CHATGPT 重点当然不是用科技帮我填词 只是想起有两首歌,都是以人工智能为主题 今次我想讲讲士多啤梨 试完今年年初去了日本,加入过一些一日团 其中一个行程就是先摘士多啤梨 其实我是需要戒口的 基本上糖、淀粉质甚至蔬菜的纤维 我身体都不能吸收的 我是需要以靠animal fat 维持营养的 即是唇育饮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但病了很多年,只有这个方法才有效 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我的情况是好了 假设这个 diet 是果糖都不能吸收的 但人在日本很难抗拒 如要破阶,就要破值得的解 见到同行的家人吃士多啤梨 吃到瓶瓶有味,我就忍不住摘了一粒吃 哇,真是很好吃 清甜、干爽,完全不会粒刺 同时又很汁 究竟是怎样做到的呢? 我相信只有日本才做到的 讲到士多啤梨,第一首想到的歌 当然是TWINS 的士多啤梨苹果橙 讲这首词之前,我特意搜索 有什么歌都用过这四个字入词 是士多啤梨,而不是草莓 第一首找到《妇女伸之》 这首歌是收录在2000年Karen Mock的专辑 整首歌唱出来的歌词只有几句 有九成都是半讲话,半rap的形式演绎 提及到士多啤梨是一件有士多啤梨和cream 在上面的大衣服 歌词主要是一个很懂装扮 对时尚很有触觉的一个女人 她未必是一个女强人 但一定有差不多见识和味道 歌词有提到甜品要用espresso粉 还要用lady fingers 搞完一轮就出了Tiramisu 2000年未有港女一词 但歌词的主角 在香港年轻而又有差不多月曆的女性 所追求的生活品味 这方面Wyman非常在行 因为她本身是对生活品味很有要求的人 尤其是衣着 士多啤梨的cream款的衣服 我可以想到是一件很夸张的设计 穿出来也很触目的服务 至于为什么要用士多啤梨 而不用车尼纸呢? 可能士多啤梨更漂亮吧? 或者唱出来更好听吧? 但我们普遍对士多啤梨的认知 都是配女性的水果 通常买蛋糕如果选给女生 都会自然考虑士多啤梨味 因为士多啤梨做出来的食物颜色 都是倾向粉红色 粉色是很多女生都喜欢的颜色 好了 婦女新枝在20年之后 是有下集的 叫婦女新枝2021 这个发育健全的女人 由做意大利甜品 变成香港地道美食的豉油鸡 我们见到过了这么多年 不论是池中主角还是社会的看法 女人都不需要刻意扮女性 应该要做自己 跟随着自己的感觉 不需要迎合人 做甜品多数是女人自己吃的 做醬油鸡就老笑咸而得多 但前提是自己想做啤梨就做啤梨 而不是讨好其他人 就算有品味的女性 也可以很贴地 有趣的地方是 如果开个MV看 莫文慧的造型依然很讲究 她把口说 士多啤梨和奶油在上面的外套就不要了 但最美的彩蛋就是叫她 Honey拿一瓶老抽给她之后 另外再在冰箱里拿士多啤梨和奶油鸡 我猜想表达骨子女也是一个贪美的女人 只是穿衣不是穿给人看 自己哄自己开心就是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法呢 这首2021版本 唱的部分比20年前的那首多 同样 善用歌曲的特色有助唱歌和听歌 重复的melody Wyman 用了排比 咩咩都咩过 但如果整段六个位一样音的四字经 都是咩咩咩过 就很沉气 通常都会选中间 某一两句转一转字眼 手法是一样 只是发音不同 听起来都很顺異 但就没那么死板了 另一小说士多啤梨的歌 是何韵詩的《我是巴比》 2003年收录在Dress Me Up 的专辑 歌词形容巴比最喜欢士多啤梨 是甜蜜蜂鼻 做一个很甜蜜的水果 来形容巴比 这句女性代表的公仔 不知道大家今年有没有看过 《Barbie》 我呢 就是没有的 扮量方面 Wyman 很在行 歌词都有 茶枝 桃粉 油指甲 满身朱片的装扮 一个女人就算没什么人缘 被人讨厌 都会落力把自己最漂亮的一面 展示出来 就当别人不带她漂亮 就算花瓶 也是一个有自信的花瓶 有趣的是 后期的副歌写 人在战地 都会记得要画眉 就算落难都要漂亮 就算倒霉的日子 都不失品味 名誉掃地 都要掃得够传奇 就算坏了都要输得漂亮 接着有一句就是 流落雪地 都有法子整身地 这句我是最佩服的 将跌落地 执翻炸沙 这个说法 用一个那么有趣 又那么可爱的方式表达出来 有时歌词的技巧是可以学的 但想法和内涵是学不来的 学不到我们就欣赏一下 另外一首是方力申的《超级爱你》 是2003年推出 收录在方力申新曲家精选到 而且是百分百感觉系列其中一首歌 同样的 我也是没看过的 《超级爱你》是一首很直白色的情歌 是当年青春偶像必有的歌曲类型 是以轻松淺白的歌词表达 年轻子女純真的爱 主角一来就是等心移对峻等了几天 为了陪她吃一块仔的士多啤梨 越有多喜欢对方才会花那么多时间 做一件那么微不足道的小事 而在主角眼中已经是甜到入心 可以不断回味的举动 有没有留意 刚好这几首歌都是轻快的歌 我始终认为士多啤梨 是给人感觉一个开心和sweet的物件 所以大部分都是形容甜蜜的感觉 而来到洗光我们脑的士多啤梨苹果橙 只是歌名都可以有N个组合上像 首先撇除了粗言畏语的部分 虽然坊间很多都说这首词是不伦不虑 觉得林郑是轻舍的 但我想说 就算直夜真是轻舍 人家也轻舍得有技巧 就是看首歌头五个字 炒焗炖煎煎煮 已经赢了很多人九条街 还有就是厄云 这首词是完全可以展示到直夜对压韵的要求 第一段是用主字韵 第二段是用卵字韵 比较好多人已经将主卵、枝眼、笑、烈雪 拌到卵大龙 但直夜是没有的 它公公正正地写出来 这首士多啤梨苹果橙的制作过程是如何 我们外人就不会知道 不过我不排除先有歌名或主题 后来才有曲 即是先想要写这七个字 然后再想想这七个字可以如何唱出来 形成我们现在听到的Hook Line 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 又因为它出现过两次啤梨 所以我就猜它很顺理成章 chorus 很多一样而有密集的曲式 这些情况我通常都会将重复的字眼填下去 为的是方便歌手唱和背歌词 直夜只选了某些位置做的 例如啤梨、啤梨、A餐、B餐 在其他位置 比起失暖、试试这种、比起初暖 都没有跟另外两组同一个写法 可能因为本身Hook Line 已经够长 其他位置可以有些变化 对比在歌词道是常见的 例如生果对比茶餐 标榜健康的食物 对比比较多调味和油利的食物 话实话 On diet 后我都没有再吃过茶几 记得之前有网友跟我讨论 听过我说这么多集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我不鼓励初学者 一来就用零二细三来学合音 因为这种数字填词法太有框框了 会令人忽略了歌是唱出来给人听的 有时我们听一首歌 因为本身已经有人唱 我们就既定了个音是这样 但本身melody其实就没那么死 例如什么A餐、B餐和和你试试这种 旋律音调其实是一样的 为此我就上网找了 士多比利苹果铲的简谱 这样就容易看一点 如果你只读歌词出来 声调是不一样的 用0243就会是233333 和044433 如果看旋律 其实它们的音是一样的 即使有不同音调的歌词 放到一样的melody 它都可以唱到合音 在我们都将这个食物想象为 可爱甜蜜的大前提之下 林夕就将它带来 另外两样所谓好健康的水果 放在一起 那个女孩为了情人 为了保持自己身形体重 而只能吃这些健康的水果 但感情和心理方面 它又健不健康呢? 是否比失戀更凄惨呢? 还是戒口难呢? 最后就是问我 跟山果你将会怎么选 这么辛苦才减到榜 都只是为了对方的赞赏 这就是2004年收录在 Magic 大碟的其中一首主打歌 同期有Twins2003年 跨年演唱会 04好玩为第一首主打歌 以国内人身份来说 戒口其实不算很难的 如果戒口身体就会好 我绝对不介意 一世人只可以吃几样东西 不知道大家喜欢吃什么呢? 如果真的要戒一样 你很喜欢吃的东西 可以换来一样 你一直渴望的东西 你又会不会呢? 请不吝点赞